老伯 老伯 我们去哪里呀 不是老伯 是爸爸 我是一个看似严厉 讲规则 其实内心很慈祥的父亲 我有两个孩子 女宝贝叫刘妮娜 三岁 男孩宝贝是叫刘诺依 四岁 哇 我觉得好帅 那当然谁帅 你还有我 你还说我 有些人认为他帅 其实是帅的基因是从我这儿来的 对 我也很帅 那网络一看 我就是这样 在他心里建立起的危言行调 突然崩塌 哈哈哈 来 下天 我问我 新疆 哎呀 哎呀 好新 不好 哎呀 哎呀 新鲜 你老婆老婆 好新鲜 好新鲜 装新鲜 哎 到日也就不好看了 能带吗 约在夏天啊 约在这是晕 晕 没事没事 好 来 研究坏了 呃 蔬菜园里的蔬菜有什么 嗯 给你 你们刚说过 穿什么 吃饭 吃饭 哈哈哈 下一个最后一个机会 来 来 我不知道 耶 大鬼子 哈哈哈 啊 来 诺一 诺一 诺一要受惩罚了 啊 我的眼睛 嗯 放 放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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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哇 哈哈哈 来 对 三个 耶 可以了啊 好 好 不错 五十个他也翻得起 但是不要翻得起 哈哈哈 哈哈哈 再到最近快的我要放根头 对啊 很帅啊 有为的头晕 有吗 造型不要 有 造型不要 哈哈哈 唯一就是 爷子主要我觉得有热情 一看上去 看看哥哥 大俊哥哥 晓天 我 我 你 谢谢 大俊 晓天 湿度呢叫热情 热情过了叫傻的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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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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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真成的啊 可能这爸爸 蒋老啊 就带孩子时间都特别少 就受父亲影响很重要 其实这个 他有时候怕些东西 他那天把这网上扔嘛 你看那个夏天 二 我有多高 扔多高啊 扔 我一 我一扔诺一呢 蹭就抓住我这儿了 一二三 一二 啊 我害怕这个 哎呀 我说这个 我说 我自己特别讨厌 跟别人讲害怕的时候 感觉特别丢脸 我特别想给他这些东西 但真的是 就是特别需要 就是孩子应该多跟父亲 尤其男孩 这个也是我 好像以前觉得 特别不羁的感觉 小鸣 小二 什么 我肚子到过你身旁 也没有话要对你讲 但是昨晚哭了啊 我没想到 我儿子就是 我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他就没有说要过我 没为我掉过眼泪 没说是想过爸爸 没有过 从开始他过来说爸爸别哭 我俩又玩了 我哭 我真是我当时惊讶 爸爸哭 爸爸去和爸爸去和爸爸在一起 听说话啊 咱们一会儿见没 好说 好听话啊 一会儿见 就觉得他怎么对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开始违为的装的 但因为我自己学过表演嘛 马上通过一分钟的观察 知道他是真心的 所以我觉得儿子也是对我有真正的依恋了 今天几岁 我四岁 你以后希望爸爸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吗 是开心的爸爸 想不想跟爸爸说一句特别爱他的话 我好爱爸爸 有多爱 有80秒 有80秒爱 80秒就是很多很多的时间爱爸爸对不对 对 以后呢 当爸爸老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你还爱不爱他 不爱他了 因为他会死 那你不希望爸爸死对不对 对 你希望他永远长寿是不是 对 我刚才突然看到你说如果爸爸有一天会死 我看到你的眼泪都出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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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了解孩子 这是 这就绝对是我的 我媳妇说我 终于有一件衣服是睡衣 嗯 但我不知道他是睡衣 他就做了期节目 你让诺依穿睡衣做节目 而且裤子穿反了 回去别告诉你妈 好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吧 对 对 他那个前后他没有那个 没开口 诺依那两天一直觉得后边通风 对 哈哈哈 说那两个 刘印啊 昨儿得一大奖 什么 带着所有的孩子 他嗨吧 他高兴吗 没有就是最麻烦 最麻烦的是那个 浩浩 最小 浩浩小啊他哭啊 他不像别的别的孩子吧 你说他说一下虎 我虎一下吓一下都行 来 刘岳叔叔跟你说 快去 现在躺下去 不给他很小啊 躺好 听刘岳叔叔说的话 先别哭 先别哭 先别 你听刘叔叔这样 这么多小孩在一起 不要不要随便哭 知道吗 知道啊 好 刘叔叔上上次怎么跟你说来着 别别 宣宣吃啥找到的 怎么这么苦 诺依 诺依 有诺依 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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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站着 站好 诺依 好的 诺依 好的马上啊 到 先看看 浩浩那 他肯定不吃你那套 而且浩浩那劲吧 跟轩轩挺像哭起来吧 不停 真的 哎呦 我只能这么抱着 我就是说什么呢 到后来找一方法 我也哭 我一哭他就不哭了 我一停他就开始哭了 别别别 好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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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烨有招 他一哭我就开始哭 我就开始哭 我一开始哭 看谁哭得厉害 啊 我一哭他不哭了 怪不得今天上午有点缺氧了 我都昨晚哭了 哈哈哈哈 而且我就使什么招呢 这孩子来跟孩子 嗯 我我我我指派 我指派那个康康啊诺依和大俊 他们去叫下去 啊 然后我完了等他们把夏天叫起来 我我让他们四个来一块叫康康 这这管理学生这叫分层式管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康康昨晚不是我给他说哭了吗 啊 我真是害怕了 他康康这哭吧 他不像别的孩子 哎哎哎哎 没心没肺你知道 没事 没事没事 哎没事 好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好朋友 好吗康康 好 我跟他说 是吗 好吗 对不起 没事没事 嗯 这下呀 这下呀 没关系 为你好 那吃了你就原来我吃 那没呀 那吃 康康那麦默默在走心 在他爸爸那一滴泪下来 那你问怎么了 哈 哈 没事 你知道 在这我害怕了呀 我后来我说我想给他叫下来 我说算 我说孩子叫 他们几个一块给康康唱歌 啊 哎康康本来康康想拿酒瓶往出 不是 那个鞋拿鞋往出扔了 那一看是四个小小小弟弟妹妹 哎 康康破提微笑就起来了 哈哈 我说你自己可以哭 一派子就能看 哈哈 那一喜欢看什么呢 看《欲望相争》 啊 《大闹天宫》 然后《艳蜀》的故事 对 然后那个 我们小时候看 对看咱们小时候看的 对 然后看那个 要么是朱贝林的墨片 嗯 基本上就是说看这些 嗯 书呢就是说那个西游记看的比较多 诺伊特斗他平时听等播剧 他学那里边说话 他说你我先问他 我说咱们到火焰山了 嗯 我说你要跟铁扇公主的铁扇子怎么说 嗯 铁扇公主快把扇子借给我用用吧 他说那个扫子 我开始听是小贼 能不能把扇子借我 我说怎么突然的口音变了 他听那个平说 对 里边就这么说的 而且不是小贼是扫子 扫子借 �� 要不要让我呀 难道 你们又没有食物哟 我们要买食物哟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诶 猪 我身上来不能吃猪肉啊 猪吃粑粑不能吃猪肉 放心吧 小孩肯不能吃猪肉 猪肉肯臭了 他每次都吃粑粑啊 第一个问刘业的 网友提问 社长 对于很多人争着 当你闺女和儿媳妇的这件事 你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 这个 持开放的态度 你看我觉得诺依现在还为时尚早 他可能说就是 他心理上可能成熟 但是 生理没成熟 没有我觉得现在 为时 为时尚早 而且我现在大家都是有一个开玩笑 但是步伐可能里边有真的啊 然后 大家都期待着 你们家能有三胎呢 三胎 因为两个挺好 尤其像 像我跟宝强都一儿一女嘛 嗯 林老师 哎呀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现在一儿一女挺满足了 而且变成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平衡 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视频 我觉得刘业你们家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规矩 不管他家里好在外面 他应该有规矩 为什么叫到旁边 是因为要给他面子 爸爸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不要一直打乱 这是咱们家里一直在讲的问题 对不对 嗯 没有 你以为你是谁 大人跟你讲话你就不听 要求你做的教育 这是必须听这种 你之前都懂了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爸爸最不喜欢你 你没有理 你爸你平时想把我从游泳厅里翻出来 那觉得也就是早上走不会知道了 小朋友在的时候没事 那心 那快越到家门心都快吐出来了 你一定会关门 哎呀我的妈呀 真的是通过节目孩子什么样 看到我跟孩子在一起什么样 让自己成长 哎呦原来我还那么不成熟 哎 小点声 哈哈哈哈 没有 刘业书我还是孩子的 节目完的时候还真的需要 还真的需要很多时间沟通 包括你看第一集什么 跟着我游览啊 也没话 我前几年儿见过于菩萨 他劝我跟你一起聊会儿天 见过于菩萨 就现在就愿意分享吧 我最想送给我爸爸 啊 感觉自己美美的 我喜欢你 来你 你的早餐还有什么 去你玩的 啊 你哥 你每次都喜欢我吗 我永远爱你 如果你笑 你笑 你笑 哈哈哈 我帮助他 我帮助他 你帮助他